上半时间道路上满满的七机车在路口通行 前阵的一新路衔接锐龙路每天车流量相当大 再加上轻轨行经与此 过去道路中新有一处曹化岛 影响了整体交通的顺畅度 经过地方明代反应争取 近期打除了曹化岛也让整体的交通更加顺畅 原高中凤山然后行经我们高中市区的最主要的干道 那因为人口数的增加 包括上下班的通勤数也持续的增加 那其实我们高雄市的机车组也越来越多 那所以说就会造成在这个路段 整个机车组他们整个回堵到 我们的瑞河街那个部分那个项口 为了改善交通拥塞情况 交通局经过评估也进行耗制移设 并配合公务局养工处打除了曹化岛 再重新划设道路标线 增加道路宽度也改善了轻轨周边的交通状况 检讨后就发现事实上那些设施带上 有些东西可以移走 那分隔岛我们就可以拆除 那就后来就再重新规划了 这边的车道的配置 经过的时候 其实因为轻轨是它有绝对优先的路权 所以其实这边是有搭配一个轻轨的实质的 对那所以这整体当中 我们其实都是有做整体的考量 对然后当然是说让它路行 路行把它变得更顺畅的话 再搭配原来的实质的话 交通就会更顺畅 高雄大众运输陆续建置 整体交通动线都有所调整 经过跨部门协调的道路改善工程 希望能够带给民众更加安全畅通的行车环境 记者潘志光潘文玉高雄报道